封神榜的读者都知道 在书中有一个神仙非常厉害 经常下山帮助江子牙 他是原始天尊的大弟子 也是二郎神的师父 却不是十二经仙之一 这个神仙就是南极仙翁 仔细看完这本书 我们会发现南极仙翁是一个准圣级别的神仙 他有很多好朋友 有的比原始天尊还有厉害 南极仙翁虽然是准圣级别的神仙 但是他有很多好朋友 但是他在封神大战中的表现一般 实力更是不如十二经仙 原始天尊和通天教主 都是红军老祖的徒弟 南极仙翁是原始天尊的大弟子 赵公明是通天教主的大弟子 然而在武王伐咒的路上 南极仙翁被赵公明拿着定海珠 打到落荒而逃 后来在九曲黄河镇中 南极仙翁也被三肖娘娘打扮 幸亏他有原始天尊的姓黄旗 嘴中逃过一劫 南极仙翁的实力虽然不是很厉害 但是他在三界中有很多好友 个个身手不凡 有的实力不输给红军老祖 仔细看完这本书 我们会发现街影道人和路亚道人 都是南极仙翁的好友 每一个都是仙天圣人 级别以上的上古天神 通天教主摆下诸仙镇以后 原始天尊和太上老君正在那门 因为诸仙镇需要四个仙天圣人联手 才能破掉 当下能达到原始天尊这样修为的神仙不多 后来南极仙翁说两位师祖在上 弟子有一个好友叫街影道人 他有一个师弟叫做准提道人 曾经斩三十成圣 可以请他们前来一起破阵 后来在诸仙镇中 四圣联手 最终破掉诸仙镇 打败通天教主 帮助江子雅完成封神大人 记得书中说街影道人是如来佛祖的前身 他的师弟准提道人就是菩提祖师 也就是孙悟空的师父 街影道人见到红军老祖的时候 他们是平起平坐的关系 说明街影道人的地位极高 童天教主还有一个徒弟非常厉害 名字叫做仪器混元大师 在混沌宇宙中修炼成金刚不坏神功 刀枪不露 在五王伐咒的路上 江子雅使用打身边伤不了他 二郎神的方天画戟也杀不死他 后来南极仙翁出现了 并且说我有一个好友 名字叫做路亚道人 他在混沌未分之时 得到一剑法宝 叫做斩仙飞刀 连天地都能劈开 当南极仙翁拿出路亚道人的斩仙飞刀以后 那个一气混元大师的魂魄 瞬间往风神态飞走了 后来江子雅也拿着斩仙飞刀杀死打击 路亚道人在书中也多次出现 他是来自坑仑山上的散仙 不败原始天尊和王母娘娘 更不怕红军老祖 甚至跟红军老祖平起平坐 路亚道人 олет人 可能会被控制起来 自 gust Untuk 手 pom去